基隆是一名七群张姓老翁去年6月间 与男子罗兰因争夺掉在地上的石垣硬币发生口角 张翁情绪激动 出言侮辱罗兰最终被告上法院 基隆地方法院日前审理此案 判处张翁罚金3000元 并得以扶劳13日代替罚金 根据判决书记载 去年6月张姓老翁与罗兰在超商内 发现地上有一枚石垣硬币 两人为了硬币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 争执过程中张翁情绪失控 对罗兰说出各种出口 并将石垣硬币丢在地上说道 分给你啦 罗兰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于是决定报警并提告张翁 基隆地方法院法官在审理此案时 从双方争执的死磨 以及现场对话内容来看 认定张翁确实是故意发表 贬损罗兰名誉的言论 这些言论侵害了罗兰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评价 构成了刑法第309条第一项 所规定的公然侮辱行为 法官指出张翁在遇到纠纷时 未能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 反而选择出言无辱 显示他缺乏对他人格法医的基本尊重 考虑到张翁在法庭上已经坦承犯刑 法官最终判处他罚金3000元 若无法缴纳罚金 则需扶劳依三日以代替罚金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人对于争夺十元英币而导致的 法庭诉讼感到惊讶 同时也反思了日常生活中 应如何理性处理小纠纷 一些网友表示 张翁的行为固然不当 但双方应该以更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不是诉诸法庭 这起因十元英币引发的纠纷 最终以张翁背叛法金3000元告终 这件事提醒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 应该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 而不宁以侮辱他人来发泄情绪 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名誉和尊严 任何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 避免因一时冲动而付出法律代价 大家对这前道具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do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